主要是他会考一些数理的题目嘛 那所以我找了一些数理的模拟题来练习 书桌上全都是考试的准备资料 王先生现在每天都在埋头苦读 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当机师 但其实他毕业之后 先是担任工程师一年多的时间 只是工作状况不如他的预期 经过思考之后决定走出舒适圈 主要转值的原因就是有两项嘛 一个就是公司不太满意公司目前现状 跟一个我有我自己目前的人生规划 前公司给的年终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算很多 自己评估一下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差 所以就离止了 薪水还是最现实的考量 但工作福利工作环境 甚至是否符合价值期待 也都是当前年轻族群所关注的议题 当下在跟主管谈的时候就比较坚决的说想要离开 那跟主管谈完后大概一个月左右就离开了 薪水就越多越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发展性 毕竟我觉得现在我大概27岁 所以对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希望我未来的发展的空间越大越好 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代表领年中的时间到了 但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四成八的受访者已经在转职的路上了 考量想要离职的原因 第一名当然是追求更好的薪资待遇 其次则是考虑到工作压力大 以及职业倦贷 只是虽说要离职 但有念头却还没行动 占最高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不过也有百分之十五点一 已经浏览直缺 悄悄投出履历 以及百分之六点七 近期换了新工作 进一步调查 若原公司有意未留 需要加薪多少 才会打消离职念头 结果显示至少加薪六千九百五十八元 基层主管则是八千五百三十七元 至于最多人想投入的产业 连续九年都是科技业 产业或是上班族会担心 自己这个工作的前景是否看好 甚至自己本身都被资钱 或者是放无薪假等等 所以对比今年的这个理由相比 我们会觉得的确在疫情之后 我们现在景气有逐渐好转的趋势 市场的Z世代跟我们讲的这些X世代 或是婴儿潮世代的对于工作的选择 其实事实上是有一些的差异的 他们会重视这个工作本身 是不是对他们的人力的提升 或质押的发展会产生正面的效益 如果不会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离职他就 当然这些职场的Z世代 或是比较年轻的这些Y世代 他们大概也非常重视 就是工作跟生活能够趋于平衡 而观察今年观望的比例 比前两年疫情时还要高 毕竟在年前裸辞工作 最担心会遇到哪些状况 调查中发现最优心经济 是否能够负担占了54.6% 同时也不知道这空窗期会多久 而也有32.7%认为工作选择少 这些都是上班族衡量在农历年前 换工作所面临到的风险 在今年景气是比较复苏的 所以很多上班族还是会想说 先观望一下年终奖金的状态 如果领的不够好 可能才会萌生转职的念头 通常这个年终奖金 反而是科技业最大包的奖金 所以很多科技业的人 他们不一定会等到年尾 反而会考虑到 领完年终的这个奖金之后 再做转职的观望 确实也有科技业前辈 在社群平台分享 千万别错过年终奖金的这份大礼 细算下来可能在八月底离职 才会是最划算的时间点 同时碰上大学毕业季 企业通常也会释出更多的职缺 各行各业有不同特色和薪资福利 是否转职原因百百种 不外乎都想追求 自己最满意的工作状态 该如何取舍 得先深思熟虑 特别新闻 华正森周圈台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